白色轎车失控往路边撞 接着又往前冲到坟格岛 再倒退路 滑到路边对停等车辆恶毒伤害 现场满目窗移 车子被撞得车头变形 两边的安全气囊都爆开 30岁的蔡新驾驶 因为酒驾失控咒势 重伤被送往医院 但罪魁祸首不是因为撞得太狠 而是这个东西 金属零件装在盒子里 这就是从男子左胸口所取出来的 从他的X光片中可以清楚 看到当时金属位置 再补的5公分就是心脏 经由警方初步研判 这个金属疑似是安全气囊的 底座零件 怀疑可能是安全气囊爆开 导致零件喷溅才会使男子重伤 那今天医生在体内取出的铁片 那我们核对可能是车上的零组件 其实安全气囊出包早已不是首例 前年在大阪也有一名三岁小女童 因为安全气囊膨胀过度被羁押致洗 这次意外到底是不是安全气囊惹得过 还得由专家见地才能得知 但不管安全气囊安不安全 救后不开车遵守交通规则 才是报名网道 借彭志明妙力报道 别人的专家 好